哈囉大家好 我是永大汽車 我是永大汽車的鍾翰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後面在2017年的馬山 它是四門的版本 再來是混動馬山 也是進口的 首先看一下車頭 預言的頭燈 下面是它的 方向燈 車頭的線條 那混動馬山就比較 四方形一點 車身的線條是非常的不錯看 輪胎 它配的是16吋的輪胎 我們先從 後座空間開始看好了 雖然是四門的版本 但是其實空間我覺得跟五門的比在 都差不多 皮椅的狀況 還算保持得不錯 後箱扶手拉下來以後 這邊有兩個自飛架 整個門板 門板皮椅的狀況 來到後箱 拍照燈是白色的 這邊有馬山的LOGO 後面有電磁閥開關 直接做開啟 後箱空間 後箱空間比起 五門板的就會比較深一點 接著我們進駕駛座內看 我們從駕駛座門板開始看 門板的狀況 還有電磁的後視鏡 那你包含你 車子收到就自己把他收起來了 頭燈的高度調整 遵循記憶防火還有台下偵測 方向盤快控 這邊是電速的開關 在這里程數非常的少 只跑66000而已 原廠保養 標準的一個三款式的設計 就是通訊系統 是觸控的 還有導航 還有 倒車顯示 再 同溫空調 一鍵啟動 運動模式的選擇 這個要16年以後的車系才有 14到16那批是沒有的 手自排變速箱 做有M檔模式可以切換 就是控制 主機的旋鈕 聲音的開關 看一下附加的PE 以上就是這台2017年 混動馬三 紅色的介紹 那馬斯達的紅色大概是唯一的 那麼多車裡面唯一不會掉價的 那這台車目前我們店開價40幾萬而已 不用50萬 那依章的價格呢如果你要買五門版的大概只能買到 15年左右的五門版 但四門版或許沒那麼受歡迎 但它的CP值我覺得比五門版的還要來得更高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歡迎來電賞車 實在就是 SUM